大家好 歡迎你又來到這個協欣的BangBang Channel 今天我為大家講解的就是一條HKCEE 2004年的Paper 2第51條的MC 事不宜遲 先看看題目 它就說在Figure裏面TS SQ 還有QP 就是Tangent切線 分別在TRP 即是這三點是切點 即是Touchpoint 之後 它就說EVA的TS 即是這條PQ 這兩條線是平衡的 它就說TS 這個位置是3 還有QP 這個位置是12 頂 它就叫你The Radius of the Circle is 即是半徑究竟是多少 事不宜遲 拿單項字出來再說 其實現在的科技都很先進 按個制幅圖已經在了 所以我都不轉來轉去 最後一句 雖然這條是MC 行不行 但我都會當一個詳細題目 把詳細步驟寫給你看 原因就是這些題目未必放在Paper 2 MC卷 極有可能放在Paper 1 難道你不做 好 適合一點也會這樣說 最後一句 先忘記多加一些東西 拿一支紅色筆 這條做不到我覺得是合理的 因為這條是深的 當然 不是等同於你不用學的 可以嗎 所以在這裡 自己給個留言 這一條是深的 OK 拿回我的經驗值 看看我怎樣做 是不是要抄框了 OK 好 那就來了 在這裡 現在我會發現 先拿一支藍筆 它給了一些資料給我們 第一 就是說這兩條線 它們是平衡的 所以我先加線了 好不好 第二 它就告訴我們TS是3 即是這部分是3 好了 還有 就是說 QP QP是12 即是換言之 這部分 你給我 我就會寫12 是不是 這樣寫好一點了 12 好 那還有沒有其他資料我還沒抄 應該都已經抄齊了 是吧 好了 目標就是要找 Radius 半徑 所以其實你給我做 我自己找一支黑色筆 我首先我會加一個圓心在這裡再說 沒有說那麼多 OK 這個我叫做 O 而是上 拿一支綠色筆 我繼續會在這裡加線 你要找半徑嘛 那當然是先把半徑下來 這個是不是 哎呀 畫得好壞呀 這個就是半徑 是不是 與此同時你繼續在這裡畫下去 這個也是半徑來的 好 有些蝦綠 先畫好一點 靠插步 反規 那就是神不知鬼不覺 OK 那當然這個也是半徑 看到嗎 好噁心 畫好一點 這個也是半徑 好了 而事實上 你會看到的就是 我們要找半徑 所以我先寫下這半徑 好嗎 即是說這個是 R 這個也會是 R 是不是 我先叫它 R 先 OK 好了 根據切線性質 好嗎 我看到一些東西 首先我會覺得這個是 3 還有就是 這個是 12 或者我寫好一點 這個 3 我側側地寫 這個是 3 這個是 12 而來的 為什麼呢 因為就是 Tangent Property 切線性質 覺不覺這幅圖都很像切線性質 也不是很像的 擺明是 當然啦 這幅圖也是 看到嗎 如果你忘記了什麼叫做切線性質 Tangent Property 快點自己看我的取分筆記 OK 行不行 所以其實就是這兩條線是一樣長 還有就是這條線和這條線是一樣長 OK 行不行 所以我們寫了 立刻來的 首當其衝 我就會告訴別人 是吧 就 Let R Be the radius 即是開宗名義 我們要計算 R 是吧 計本境即計算 R 就是 Off the circle 好了 接著之後拿一支 拿一支紅筆 SR就開宗名義告訴別人 根本上就是等於什麼 就是 ST 是 TS 而你說的 TS等於什麼 其實就是等於3 是吧 所以其實 紅色這個 它 我們這裡用了 當然就是 Tangent Property 好了 同一道理 是不是 寫得不太理想 我退開一點點 好 對了 將這個退開一點點 免費迫著後面 Tangent Property Tangent Property 同一道理 那個 QP Sorry QR 一樣 當然就是等於 那個 QP 而 QP 它給了我們 是吧 當然就會是等於 12 原因 也是一樣 又是Tangent Property 又是Tangent Property 好了 即是說這兩道路 哪有齊 然後我就想現在看下那個 不如這樣吧 我再加多一條線 好嗎 在這裡 我再加多一條 用什麼色號呢 今次用 不要用綠色了 我用粉紅色 好嗎 加一條粉紅色的線 沿著S這一點 垂直拉下來 拉到這裡 可以嗎 即是簡單一句 綠色的這條TP 直線來的 就跟這條粉紅色的線 是平衡的 OK 可以嗎 配合的 OK 好了 而事實上 這樣拉下來之後 我就加一點給它 這一點給它 我現在 我會叫這一點 做M 可以嗎 好了 那我就會想知道 M M MQ是多少 是 好了 我們換言之 現在我想看 換言之 那個 MQ 其實我就已經看到了 那為什麼我說我會看到呢 就是因為老老實實 看不看到這一段 藍色部分 PM其實是 跟上面這一段 是一樣的 跟TS一樣 所以這一段 一定是3 是吧 至於這一段 當然就是 MQ 即是粉紅色部分 這一段 都很明顯 當然就會是 12-3 大減西 12-3的情況下 當然是9 是不是 所以 換言之 這裡怎麼算 MQ出來 當然就會等於 12-9 所以換言之 這個出到來 不是12-9 寫錯了 傻傻地 12-3 所以最後 這個當然是出9 OK 好了 那為什麼我要找它呢 有沒有發現 現在 現在 這段東西 Total是2R來的 是吧 看到嗎 所以我整條邊 不如我給 這個是2R 而事實上 這個是90度來的 剛才我都說過 我是因為 配料 綠色線 TP 這樣滑過來 延伸過來 OK 好了 接著之後 我們就有一個直角三角形 看到嗎 有一個直角三角形 所以我就現在開中名義了 我就說 在這個三角形 叫做SMQ 你會發現 其實 粉紅色的部分 就是兩個R 的二次 再加 9 整個東西的二次 當然就會等於 3加12 3加12 就是整個東西的二次 就是SQ 原因是什麼 不是定理 是吧 Pridiculous Firm 好了 接著之後我們繼續去 你會發現 其實我們再做下去的時候 我繼續用藍筆 就是這個4R二次 9981 就等於 12加3 就是15 15的二次 就是225 所以最後 就是換言之 撿好它 掉那把一個 去減 乘4變除4 所以R二次 理論上就是 36 所以換言之 現在我們會發現 或者我向前一點 為了靚 OK 所以最後 R 就等於 正負開方 將二次調到旁邊 正負開方 跟36 所以R 等於6 我說了 R 就等於 負6 當然 這個rejected 寫去它 因為這個半徑 怎會有負數 負6的意思是 縮入去6Cm 刺進去 是不是 所以沒有這些東西 OK 所以可以reject它 好 正的答案當然就是6 看看有沒有這個答案 OK 好了 看到了 正的答案就是B 好 好 這條都心心地的 第一次做 分分鐘都滑鐵路 不出奇 OK 嘗試一下 理解一下之後 隔一段時間 可能隔兩天又再做過 看看做不得翻出來 做得翻出來 就是你自己的東西 OK 行不行 好了 到這裏了 多謝大家 今天的收看 OK 好 希望下次有完的話 我們再見 拜拜